各位现场的同学们,还有各位读者,大家午安 因为从学校赶来,所以比较赶,不好意思 那我们今天这次的讲座其实也是一个在民事务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是辩论主义跟协同主义的争论 我相信大家都,如果大家基本上都应该是有学过民事务法 那我们在学习民事务法的时候 在课堂上,老师都会去讲到辩论主义 但是有些学校的老师他不一定会去讲协同主义 除非那个学校的老师他是才,那个老师是才协同主义 他才会去讲他协同主义 否则基本上如果是像你,如果是实务上法官或是律师去上民事务法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按照实务见解去讲 那就是讲辩论主义 他不会特别再去提到协同主义 但是有些学者因为他主张是采协同主义 所以他上课一定会特别去强调辩论主义跟协同主义的差异性 或者是说他甚至会主张认为说辩论主义就是协同主义 协同主义就是辩论主义 但是辩论主义真的就是协同主义吗 协同主义真的是等同于辩论主义吗 我个人是觉得蛮怀疑的 我们透过这次的讲说我们可以知道 到底辩论主义跟协同主义到底是差在哪里 他到底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我个人结论上我是提出来是他是有很大的不同 否则我不需要从德国 他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写五万字的文章 投稿到政大法评论五万字 那后续也有在写一些法院植物上已知识史 迷索法278第一项跟第二项的植物上已知识史的意涵到底是什么 还有他跟这个加建法第十条第二项的关联性 因为我们加建法的第十条的第二项 立法理由明白表示说我们离婚啊 终止收养、遗产分争或其他得主份的这些事件 准用民事述法 关于真典整理还有这个证据提出的一些规定 然后他就说 这些规定都是民事述法是采协同主义 但问题是民事述法真的是采协同主义吗 如果你在立法理由这样写的话 好像告诉我们说民事述法的立法、食物、协同说 都是采协同主义 你才可以这样写说是准用协同主义 但是问题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我们实际上没有采 我们的立法跟 最主要是我们的立法跟食物是没有采协同主义的 所以这样就会产生说你准用的对象 不是采协同主义 而是辩论主义 就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特异的一个现象 大家应该有去看一些价值连法的立法理由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这个篇幅 这个议题还可以一直在扩展 那相关关于价值连法 我还有另外的讲座有那个影音课程 大家可以去参考 讲到第十条第二项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集中在迷失诉讼的部分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辩论主义 它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意涵 就是就裁判基础资料的事实跟证据的提出 是当圣箱的主导权 并当负提出责任的一个主义 在德国学说上也有把它称为叫做提出原则 by bringons constats 这个by bringons就是提出的意思 constats就是原则 那为什么在德国很多文献上 为什么把辩论主义改成是提出原则 最主要是为了避免辩论主义这个用语 Fair handels maxima这个用语 跟这个颜值辩论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要处理的是说 事实跟证据提出是由法院相有主导权 还是当事人 那编论主义是告诉我们说是当事人 相有主导权 而且当负提出责任 提出的责任 所以他跟你是用书面审理还是延迟审理的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必然断言性 比如说不管你是采延迟审理的原则 以延迟的方式来提出事实或证据 或是你是以书面的方式来提出事实跟证据 都会有提出原则使用 都是当事人担负主导权 而且他担负相关提出的责任 所以他不会因为你为诉讼行为的方式 到底是延迟还是书面受影响 所以后来就把它称为提出原则 我要提醒大家 这在我们现在实务上 有些裁判也把它称叫提出原则 那其实就是在讲编论主义 所以其实你们考试上 你可以写辩论主义夸胡提出原则 这样是最好就OK的 因为辩论主义的用语 其实在我们现在 不管是实务学说上 大家都几乎都在使用这样的用语 那大家特别注意 辩论主义的根据其实有非常多 因为时间关系 大家如果有这个有兴趣 可以参考那个实力研究里面 都有列了很多说法 那主要比较重要的是两个说法 一个是司法自治说 因为辩论主义 它本身就是跟处分权主义相互结合 所以这一说是认为 跟处分权主义的根据一样 它的根据是在于实体法上的司法自治原则 它延伸到民事诉讼的程序 所以辩论主义跟处分权主义 其实都是权力主体 实体法上权力主体行使 实体法上财产权力跟处分自由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当事人 他可以去在处分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试用范围 他可以去处分他的权力 那在辩论主义的试用范围 他当然可以去处分他的事实跟证据 他可以自由决定我要提出哪些事实 我要提出哪些证据 请求法院来调查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两个是相互呼应的 但是大家去想想 如果我们是在处分权主义的部分 输用标的输出声明 当事人有主导权才处分权主义 但是你在事实证据提出不采变的主义 反而强调说法院 是法院你就事实证据提出 你可以扩大你的职权 而且你的责任要加重 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两个有失衡 对不对 诉讼标的当事人都有主导权 那为什么事实证据他没有主导权 这不是两个会有前后矛盾的问题 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因为所以这根据任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采用辩论主义 其实是跟处分权主义是相互呼应的 他都是源自于实体法上的一个司法自治原则 那当事人既然就他的财产权 可以在实体法上自由去处分他的权利 那导出这些权利的相关的事实 还有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 其实当事人他应该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 而且他必须担负提出的责任 这两个处分权编论主义才会跟处分权主义相混合 而不是去怎么样 在处分权 在处分权标记书士声明会采处分权主义 然后到了事实证据书 我们去改采另外一个形容主义 这样形容主义是不是就会跟我们处分权主义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法理上 前后必须要能够一致化 那当然还有核目的气考量说是认为说 因为记忆两造当事人他的立即性的考量 那他会彼此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主张 或者是反对的主张 那透过这样双方的攻击防御 我们才可以比较描绘出这个感召当事人 他所争执的一个事实状况 因为说实在这个历史过程发生的这些事实 相关的构成要件的事实是两造当事人最清楚 不是法院 因为法院是事后才从事审判 起诉以后才从事审判 所以基本上由两造当事人去主张这些事实 所以为什么会一直要提上 我看大家好像都有面熟 好几次讲座都有来参与 那我们那次不是在讲集中审理的那个讲座 一直在强调说 你争点整理 这个集中审理 我给你讲集中审理他的基础是辩论主义 如果这个辩论主义很重要 我们要强调是当事人来主张事实提出证据 来整理争点 这是辩论主义的精神 所以我们应该 但是因为当事人他不懂法律 他欠缺诉讼经验 他怎么样去整理出他们之间的争点 很难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在那边就已经提上说 我们要跟辩论主义结合 我们要结合就是所谓的律师强制代理 然后我们才可以达到第一审程序集中的目标 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真正的事实上争点 证据上争点 这些都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甚至包括法律上争点 因为有律师的话 相关的这些法律上的观点 法律上的主张都可以主张出来 都整理得好好的 所以我现在都很羡慕 德国的法官比较轻松 诶现在德国有律师强 两兆都有律师强带 都整理得好好的 最多就是说可能有一两个真点 可能没有整理清楚 那这个就法官只要针对那一两个 几个少数的真点去进行查明就好 诶 跟你要从头到尾全部都要由法官来帮两兆 因为两兆都不懂法律 你由法官开庭 然后帮两兆当成人去整理整点 哪个比较轻松 当然是前者 德国那样的模式比较轻松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上次我们在其中整理比较没有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谈到 就是德国现在在第一审基本上原则上都是一位法官审 没有合议制 例外才是合议制 为什么这样 那律师强是代理可以帮忙整理整点 不需要这么多法官来进行审判 大家能不能了解 他一位法官基本上都是独任法官来进行审判 不用合议在第一审不用合议 那这样你想想看 这样子的话法官 比如说如果你又合议制造三位法官审一个案件 变成更用一位法官来审理一个案件 那另外两位法官不是可以再审另外多整两个案件 这算数问题 大家能了解 所以为什么人家德国他的整个都是配套的 搭配律师强势代理独任法官 都是这是配套的 我就可以使他的每个法官的案件 每个月的案件的这样的一个 或是每一年的案件的负担就挺少 我跟你讲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安抚这些法官 让他怎么样 不要太累 太辛苦了 我跟你讲 像有些医师 医师都不想当医师 为什么太累 因为每个 每天好像外科医师 每天有些医院都会有四五个刀 很累 所以有些学生常常有些医师学生常看不到他在学校 因为他都是在做手术 这样 很辛苦 到时候太劳累的人 到时候就不愿意做这个工作 我跟你讲到时候 没有法官 那怎么从事审判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啊 太辛苦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当然还有其他根据的 我刚刚有讲有其他什么 这个防止独立器裁判的说法 那我自己有在讲 处分权主有讲过 这个不是 采用的根据 他只是采用以后的结果 这个大家再去参照就好 好 那辩论主义很重要 就是他有三项很重要的命题 也就是说法院他必须要去遵守 这是对于法院的一个拘束 好 第一命题就是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 法院不得采为裁判基础 法院不可以去争夺这个事实 这非常重要 这是辩论主义 第一命题的要求 是一个辩论主义的核心内容 大家把它注明 这是一个核心内容 不能破坏 第二命题是当事人间没有争扎事实 法院不可以为相反认定 应尽将其采为裁判基础 好 所以这里在讲的没有争扎事实 就是非事实上的争点 就是我们讲自认或理智自认的事实 比如说把279条自认的事实 或280条理智自认的事实 法院要是因毫无疑问 直接采为裁判基础 好 这个是对于法院一个积极性的要求 法院不能再去怀疑说 你们这个主张的事实都假的 我要再来认定一下 到底事实是真还假的 去调查证据 好 比如说 这个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清潜行为交通事故 因为最近清潜行为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清潜行为的事件是很夯啊 考试都考出来啊 对不对 原告主张说 被告有这个超速价值的事实 但是被告已经自认了 我有超速啊 对我的确有超速啊 我被告自认我有过失啊 那法院可不可以 法院可不可以说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再帮你调查证据认定一下 到底有没有超速 你为什么不否认 法院可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 法院要直接把这个 被告有过失 有超速的事实 推认出有过失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过失是不确定法院概念 要直接采为裁判基础 所以真正事实自认是那个是 是那个超速事实才是真正的事实 的自认 法院要直接把他采为裁判基础 这是有辩论主义实用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我想大家有上座民宿法应该都知道 所以你们常常去看那个司法院的网站去找那个 这个民事 民事相关的这些裁判 这些判权就会发现 他在整理真典的部分 他就会讲说 某某某事实是两兆当事的不真实事实 他都会写这个 在判决理由里面就这样写 如果说这个有真实事实 他就会很详细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论述 尤其是要记载法官如果去得到行政 相关的事实争点 如何得到行政 那我跟大家讲 另外第三个问题是当事人间有真实事实 就是成为戴政事实 事实上争点 那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 法院不得一直接调查 但是这个是有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我们那个 等一下我们讲到 下面就讲到288条 288条是法院得一直接调查的证据 不是 原则上不是一 288是得 所以法院可以调查也可以不调查 我们看一下这个辩论主义 其实他是有优点 他的优点就是尊重当事人的主导权 而且使当事人尽探自己的责任 在事实证据方面的提出的责任 但是辩论主义还是有一些缺点必须要补救 但是虽然他是有缺点 我们不会因此去放弃辩论主义 只是补救补充而已 那我们这边有三个手段来补充辩论主义的不足 第一个是法院的产名义入 我一直在强调说你们在如果将来要考试的话 最好不要去写裁明权 现在连六法全书去旁边看一看 他都写法院的审判长的 或者是法院的产名权之行使 其实这都要改掉 应该是产名义入 因为我们的不管199条 199条之一 244第四项全部都是因的用语 不是德 这不是法院自由可以决定去行使的一个产名权 好 那我们跟大家 很多读者听了好几次的讲座 很重要很强调的就是 我特别强调的就是所谓的 到底产名义入的依据在哪里 就是他的规定到底是199条 第二项前段是后段还是199支 这也是大家有些迷惑 甚至在实务上也不一定能够搞清楚 因为他常常 那我要跟大家讲 199的第二项的后段 是跟辩论主义补充有关的产名义入 比如说当事人的陈述 如果有不明了或不完足时 这个时候审判长应立即续名或补充之 这就包括事实上的主张 的部分 所以其实他 这个199条第二项后段是跟辩论主义 还有处分权主义 声明的部分是处分权主义的部分 的产名义入有关 那前段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涉及到 法官典法院可以依职权实用的法官典 跟事实观典的一个产名义入 那199之一的第一项是涉及到 要求权进行的时候的补充就送标的理论 那个诉讼标的补充序名跟补充相关的产名义入 这是可以主张诉向法律关系的情况 那199之一的第二项是涉及到被告的部分 被告他所为的诉讼行为到底是反诉还是抗辩的防御方法有意义的时候 也就是说涉及到被当事人所谓的诉讼行为不明了的时候的一个特别规定 的产名义入 那其实你的主张不明了 其实他基本规定在199第二项后段就有规定了 跟大家能理解 他只是抽离出来针对一个特别的状况 1991的第二项是针对一个特别状况再做一个特别规定 第一项也是 第一项是针对诉讼标的 可以主张诉向法律关系的这种诉讼标的 尤其是我们讲的诉讼标的理论这个争论的这个情况 救助标的理论的实用的情况 特别抽出来特别规定 来补救救救助标的理论的不足 是这样所以大家要理解 那只要不是属于1991的第一项或第二项的情况 就是回归到基本规定 1991的第二项后段 这样同学你们了解 1991的第一项跟第二项都是跟 第一项是涉及到处分权主义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才救助标的理论 第二项是涉及到防御方法跟反速 的定性的主张确认的问题 让大家能理解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 法院产民医务 我们之前有讲到集中审理的部分 还有处分权主义都有讲过 你要知道到底是涉及到哪一方面的产民医务 好,我们再看 当事人的真实医务跟完全医务 195条 在讲这之前我刚刚有出来想到 这个 民法184第一项前段 民法184第一项前段 因故应或过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权利者 因负责良者 好像若未规定的一个构成要因此 什么叫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没有规定 这是重大立法漏洞 将来要规定 我们今天讲说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刻 你把184第一项前段 应该要未来修法 应该要把因果关系加进去 因为所有的债总的教授书都会有写到说 你要主张清权行为 使他非常强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因果关系 扣任教育的事实 但是我们没有规定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如果当事人原告他不懂法律 他就算去找六法全书 哪一看他也可能 因为六法全书法条规定 没有规定到因果关系 他可能没有主张 那在我的实力研究书里面有讲 这个时候法院附有产名义务 199第二下后段 法院必须要产名告知他 你还要补充主张因果关系 否则你根本没办法导出你的亲权行为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 承认法院有产名义务的情况 199第二下后段 另外 第二个补救的手段是 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跟完全义务 这个大家去参照一下就好了 我实力研究书里面都有写到 那这是基于诚信原则 所导出来的 但是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真实义务其实只是在 禁止当事人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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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比如说原告主张,这个被告有过失的事实 那这个被告明明知道说原告你主张是假的,我根本没有过失 那他还是怎么样 跟证一下,应该是说原告主张的事实,这个明明是真实的 但是被告怎么样,还是去否认,他应该要自认,他不能去争执 因为你明明知道原告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然后你还主张说不是真实,还否认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造成法院去调查证据 就浪费了原告的劳力时间费用,会对原告造成不利 也对法院会浪费整个法院司法机构的资源 司法机构的利益 所以我们真实义务只有禁止这样的状况 特别注意,他没有禁止第三种状况,就是我刚讲 这个被告明明知道原告讲的是假的,非真实 也就是说违反真实的,所谓真实的自认 这种情况在辩论主义之下,会认为这个自认还是有效的 这个是基于司法自治的原理,尊重被告的主导权 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原告讲的是假,他也是自认 那这个就会去形成在司法上的一个法律关系,就会重新再形成 原本司法上根本没有这个事实存在,但是被告通过他在诉讼上的处论 自认,导致说原告有这个权利 原本原告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这样大家理解吧 这个特别要注意,这个没有违反真实义务 除非他是两造是要购谋诈害第三的,比如说他诈理保典金 就诈害保典公司的,这种情况才会被认为自认是有效 否则这种情况原则上都会认为是有效 这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是比较细的部分 大家要特别注意在第二命题跟自认的部分跟真实义务的关系 你们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也有可能会成为考试的考题 另外,第三个补救的方式就是法院得一职员调查证据 民受法288,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 288的规定,他必须要做类型化 齐分三种部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证人的部分不可以不得一职员调查证据 这个是辩论主义第三命题的一个核心内容 大家要注意,在德国的民受法有明文规定说 证人法院不可以一职员去调查 法院不可以一职员把 当事人没有申请传唤的证人把它引进到诉讼当中 不可以 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证人他要讲,他要陈述什么证言 法官没办法控制,当事人没办法控制 所以这个证人的部分一定是当事人你自己去找证人 你要向法院申请传唤什么证人 你自己决定 你有主导权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要承担证人对你为不利正言的风险 自己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我要跟大家讲 就证人的部分,我们是辩论主义第三命题所欺人 保留由当事人来决定 法院不能去谷问 这样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法院去谷问,这个应该会被认为是判决被法令 这个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还有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是武器对等,没有涉及到工业事件 我们大多数的民事输用事件是武器是对等的 像比如说,请求支付买卖加金 交付买卖标地务 或者是涉及到请求保安借款这些 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尊重288 只是得一直接调查证据 法院有裁养权 法院没有去一直接调查证据的义务 所以德国教授,这个Printing教授,Hans Printing教授就说 我们当事人不能依赖法院帮你去找证据 因为都只是得一职权要来证据 法院可以不帮你 所以台大弄家老师就曾经讲过 这只是法官施予当事人的恩惠 你是我们288就是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在最高法院的这些相关的实务裁判当中 就是很重要,就是在我实力研习书里面有写到 就是说,如果法官没有帮当事人 依职权去找证据的话 他所做的判决也没有构成判决的非法令 没有 因为288只是得一职权调查证据 你不能以法院没有依照288也调查证据 构成上述的理由 这点很重要 曾经国法有考过 就是这个注意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他是涉及到武器不对等的情况 是法院一一职权调查证据的 那就不一样 或者是这个不对等的,比如说医疗诉讼 公派的诉讼,武器不对等的情况 或者是公益事件事,比如说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 撤销股东会决议的瑕疵 这些相关这种诉讼 法院要提升 他变成是有一直能调查证据的因素 那像在医疗诉讼当中 很重要就是 我们通常审理医疗诉讼事件的法官 他不是医师 就算他曾经当过医师 他审理案件也不一定是他那一科的 医学的专业有区分很多科别 你去挂号就知道了,现在科别太多了 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每一科的科别都很类似 在同一大科里面还要细分好多小科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算你是那个 某一科的医师专科的医师 但另外一个专科的专业 你不一定能够真的了解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时候 法院在医疗的时候 法院是有 他被特别注意 法院要去选任鉴定人 医疗鉴定人来做鉴定意见的义务 否则你凭什么说你得心症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你凭什么去判断这个到底有没有医疗瑕疵 也没有责任成立一国关系存在 这些都必须要医学专业的判断 那医学专业判断 法官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 你怎么判断 所以你就有必须要去帮当事的去选任鉴定人 当然这鉴定人来讲 我们在鉴定人 在民宿卖里面 鉴定人就是法院的服务机关 你一定要去帮他选任 你不能说我有专业知识 不行 你不能这样强求 你知道吗 你就是没有这个专业知识 所以你就要是找那个鉴定人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常常就是医省会 请医省会来做鉴定 这个是涉及到有医学专业证据的义务的情况 这个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修正编论主义 跟学友主义在德国的一些发展 因为大家可能对德国 比较不太了解 德国法的一些发展状况 是在我的文章 还有这个实际演习书都有写到 那其实这个协同主义的一个提出 他是德国的一个从事实际审判的一个法官 叫Vassermann 在1978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书叫社会的民事诉讼 这个书当中 大家特别注意要把它画起来 他的想法是说 这个民事诉讼是要放弃辩论主义 然后以协同主义来代替辩论主义 在彼此说法的地位 所以协同主义是整个取代辩论主义 辩论主义他是都要放弃 扬弃掉不要 不是说协同主义是补充辩论主义 或者是等同于辩论主义 不是这样的关系 他是整个不要 所以我要跟他讲 协同主义是跟辩论主义是对立的 他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然后他认为说 诉讼参与的任何的一方 都不是诉讼上的程序的主角 这就跟辩论主义不一样 辩论主义是认为 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的主角 法院只是辅助性的角色而已 但是这边他认为说 这个不仅是当事人很重要 那法院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强调 法院跟当事人 就程序参与者之间的一个合作 这就是所谓的协同主义 Corporation Maximum Corporation就是Corporation 英文不是有这个字吗 这样吗 Corporation合作的意思 就法院要跟当事人合作 可是问题是法院怎么跟他们合作 大家去想一想 这有没有违反民事诉讼的本质 对不对 法院他是要立于中立性的地位 这个独立第三人 独立进行审败 这是宪法上的要求 你不能说 我要跟其中一次要当事人合作 这个是违反民事诉本质 而且是违反宪法上的要求 法院要超越党派 你必须要处于中立性的地位 你不能偏台于任何依照当事人 去独立性的进行审判 你要维护你的中立性 对不对 这是有要求 而且我民事诉法还有当事人 可以申请法官回避的理由 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法官偏口于 依照当事人的话 我可以申请回避 他照当事人可以申请回避 所以我说这个是好像很难合作 法官怎么去跟合作 合作的概念 还有点说两兆当事人也不可合作 因为两兆当事人 他们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他们怎么合作 如果他们可以合作协力的话 他们再诉讼派就达成和解了 就不用诉讼 对不对 所以德国的学者说 你这个协庸主义 不符合民事诉讼的本质特性 违反 违反这样的特性 这就被受到这个质疑了 好 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协庸主义 他很强调是由法院跟当事人一起来 共同来收集事实 裁败地主资料 所以他强调说 发现真实跟实地法上 全力保护的一个目的 所以为了要去真正去发现 历史上客观的真实 所以法院要非常积极 法院也要去帮当事人找事实跟证据 他有这样责任 但是我觉得协庸主义 哎呀 有录影 所以我还是要收励一点 有收励录影 他说法官好累啊 现在我的法官没有律师强制代理啊 没有两个都没有律师 然后我还要去协庸主义 然后还要更积极的去援助当事人 超越那个法院产名义务 本来应该是界限 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跟你讲 协庸主义这个在实务上 法官通常很能接受 当然有例外 有些法官是愿意接受 但他自己想愿意接受 但是有些大部分法官都不愿意接受 除非他是受到我们部分学的主张 协庸主义主张 所以他就想要接受 否则基本上不会 一般来讲的法官应该是 他不会去说要采协庸主义 因为这个会增加法官的负担很多 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个是真的会增加很多负担 尤其我们现在没有律师强制代理 我们其实应该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的未来方向应该是要横向发展 不是要去一直加强法院的责任跟职权 应该是说要让那个两兆有律师 来帮他主张新的公金法律法 这样子民事输送才会 进行才会又快速又充实又快速 是这样子 很特殊他理解说 不仅是当政可以提出事实 法院也可以一直提出事实 然后他认为德国民众法139条 德国民众法139条就是相当于我们199条 法院产明医务的规定 他认为是一种源自于职权探制主义的规定 是侵害辩论主义当事人主导权的规定 这样的理解是非常特殊 就是法院的产明医务可以代替辩论主义 因为他是源自于职权探制主义 他强调法院可以依职权探制主义 所以就会导出 后来这个巴士马法官在他的书里面 这是用德文写的 日文也有翻译 我当初我去留学德国的时候 留学德国之前 我是看过日文版的 这个巴士马法官所写的这本书 然后到德国留学了以后 通过德文检定考试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那个波昂大学的法律图书馆 找出这本书借出来 看德文版 第一本书就是看这个德文版 到底巴士马法官到底是怎么写的 你看所以他的主张就会变成是说 他就理解说这个法院产明医务的规定 他的性质就不一样 跟辩论主义的理解就不一样 他认为说法院产明以后 如果当事人不主张这个事实的话 法院还是可以采为差别基础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 偏向于职权探施主义的规定 法院产明医务他可以代替辩论主义 辩论主义他觉得不是真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审理原则 就变成这样 你要知道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他也说法院可以积极的 帮当事人去斟酌特定事实 你就算没有主张我来帮你主张 我来帮你斟酌 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跟我们现在实陆上 还有立马上实陆上完全不一样 也是跟德国向来通说完全不一样的想法